真正有高度警觉的人 住在都市也不在乎 警觉性高 决定不被他所迷 决定不被警戒所染 这就行了 但是初学的人相当困难 尤其自己烦恼稀奇很重 那你就注定失败 所以永心就光 这老法师遇到我 跟我谈起 他们曾经在那边 办过几次佛学院都失败了 佛学院的学生 住到不两三个月了 不念书了 去赶金餐去 诱惑力量太大了 在香港出家人赶金餐 正常的收入 一个月可以收入 两万到三万港币 这是利诱啊 佛学院念说很苦啊 大概一个月零用钱 可能一百块钱都没有 那去赶金餐一个月 有两万多固定收入 赶上半年一年 再回到中国 富生了 他不是平生了 他去享受去了 在香港住上一年 大概总会有 二三十万港币带回去 佛学院怎么能办得成呢 所以上一次 我们宗教局叶局长 到此地来访问 他曾经问过我 新加坡也是花花世界 他说法师 你对于这培训班学生 怎么管法 我说我决定不管他 他说那他们怎么学法呢 说我们的课程很紧 两个星期赶不上进都 我们这里就送他回国 他要想在此地真学 我们的同学 你要是邀他到外面去玩玩 他不敢去 为什么 回来进都干不上 我们同学在这边学习 差不多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晚上都要坐到两三点钟 他哪有时间到外面去玩玩 就怕是什么 毕业之后假期 没有这个沉重的压力了 这外面去一逛啊 就马上就被误燃 所以没有高度的警觉 怎么行呢 防止邪致邪尽 我们采取的方法 是要跟这些邪之间 保持距离 我们不看报纸 不看杂志 不看电视 为什么呢 那些东西灌输给我们错误的思想 我们每天 我们每天加强 都经 经论上 是佛陀 至真的教诲呀 佛陀 佛陀 至真 绝对的正直正经 我们读宋 研究 讨讨论 讲解 互相观摩 我们用这个方法 修 正而不邪 这个方法 就是归义法了 如果没有这个方法 你怎么能不被邪之邪尽 说 佛陀 不再是 三宝 法宝就排在第一位了 佛陀在师 佛摆在第一位 佛不在师 法摆在第一位 世尊对我们的教诲 一法不一人 一意不一语 一了一 不一不了一 一知 不一识 我们有这四一 就如佛在世 没有两样 我们要信赖 经典 尤其是 金宗的经论 金宗经论里面 特别是 近代 夏连局为我们汇集的无良手机 反对的那些人 我们不必去理会他 我们自己得真实受用 他哪里会晓得 妖魔鬼怪 完全都是反对复法的 世尊 在世的时候 都有 侯宽 灭渡之后 三千年的今天 下面我们还会讲到 我们自己一定要有真知 真见 西方极乐世界 真有啊 六道轮回 真有啊 不是假的 经典里面说的很多 古大德 著书里面说的很多 绝不是欲言 绝不是妄语 厌情 说实在话 新加坡人真的是有福啊 成光别林长往生 他的冤亲债主 很多 不是少数啊 一群呢 跟着我们祝念的法师 到居四零四楼念佛堂 附在杜美璇的身上 跟大家讲了一个多重点 这是许多人 在杜美璇的旅程中 租灵